因為飲藥水它非常容易滋生細菌 所以大部分都是含有防腐劑的 那也因為這個關係呢 我們建議一天是不要點超過XXX 正確用藥保平安 常備藥品求新安 大家好 我是藥師陳怡安 疫情宅在家的時間 你使用3C產品的情況 是不是也大大的增加呢 如果覺得眼睛酸酸澀澀的 這時候 隨手拿起眼藥水點一下 就會覺得眼睛舒服很多 但是你知道 如果眼藥水使用不正確的話 也可能會對眼睛造成傷害喔 今天就來跟大家聊一聊 要怎麼正確的使用眼藥水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眼睛的構造圖 在眼睛裡面呢 有個部位叫做淚腺 是負責分泌淚水的 那眼淚的功能呢 除了濕潤眼球之外 也可以把一些進到眼睛的髒東西 透過淚水給沖刷走 那在什麼狀況下 淚水的分泌可能會減少呢 第一個是可能因為疲勞的關係 那或者是一些疾病的問題 導致說我們的淚腺分泌減少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需要 我們眼藥水的輔助 眼藥水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粗略的大概分成三種 首先第一種呢 是緩解不適的眼藥水 像是我們比較常會去買到的人工淚液 或者一些緩解疲勞啊 紅腫乾澀等等的眼藥水 那再來呢 是一些眼部檢查的時候 會用到的用藥 像是散銅劑或者是麻醉性的眼藥 那第三種呢 就是我們眼睛發炎 或是有疾病的時候呢 可能會用到的抗生素 或者是淚固醇成分的眼藥水 一般民眾能夠自行購買的 基本上都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保養型眼藥水 像是人工淚液 或者是一些緩解乾澀的眼藥水 那醫生會開力的呢 基本上都是像是 抗生素或是淚固醇 這樣子有治療效果的藥品 所以民眾自己在家呢 千萬不要隨意的拿眼藥水來點囉 好 如果你現在會覺得眼睛乾的話呢 表示你有眼睛乾的這個症狀發生 所以並不是眼藥水的問題 那如果說呢 你是正常的情況下使用 基本上是不需要太過擔心的 但是長期使用呢 眼藥水裡面含有的防腐劑 可能也會對眼睛造成負擔 所以如果你很長期的有眼部 不是一定要尋求專業醫師的協助 因為眼藥水它非常容易滋生細菌 所以大部分都是含有防腐劑的 那也因為這個關係呢 我們建議一天是不要點超過六次 如果你是使用的頻率比較高 一天要點到四到六次的人 我們會建議你選用不含防腐劑的眼藥水 我們常見的防腐劑呢 有兩種 一種是本雜濾胺 然後另外一種是Polyquid 那大家快速的做判斷呢 基本上從外盒上面的標示就可以看到 因為大部分不含防腐劑的眼藥水 廠商都是會特別做標示的 那在劑型上面呢 你也可以選擇單一劑量的眼藥水單支妝的 像這樣子包裝的產品 基本上也是不含防腐劑的 眼藥水內含的防腐劑 可能會在鏡片上面累積 造成眼睛的負擔 那裡面的成分呢 可能也會跟鏡片的材質 產生一些交互作用 如果說真的需要使用的話 會建議大家選用 戴隱形眼鏡可點的眼藥水 或是不含防腐劑的眼藥水 如果說你有治療的需求 建議大家在 點完眼藥水30分鐘之後 再戴隱形眼鏡就可以了 我們選用眼藥的順序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 從清澈點到濃稠 所以我們呢 會先建議大家使用水溶性的眼藥水 這樣比較清澈的 再來是懸浮性的眼藥水 就是要強調說要搖一搖再使用的 那再來呢 是這樣水凝膠型的 比較透明清澈的眼藥膏 再來才是油溶性的 那每個品項之間呢 建議大家要間隔5分鐘再做使用 首先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把雙手給洗乾淨 再使用你的藥品 接下來呢 拿出你的藥品之後 要確認一下 你要點的眼藥水成分是否正確 以及上面的 有效期限有沒有過期 如果說它是懸浮液呢 要搖一搖再做使用 首先我們先把頭往後揚 然後眼睛直視上方 那用手指輕輕的拉下眼皮 這樣會形成一個小袋子的形狀 那眼藥水就點在這個眼白跟眼瞼的中間 點完之後呢 閉眼稍微休息兩分鐘 手指可以壓在鼻類管的位置 就是眼睛跟鼻子的中間 避免藥水流入鼻類管 造成藥效減少或是苦味流入嘴巴的問題 那也要記得不要用力的閉眼或是眨眼 很多人習慣會把眼藥水放到冰箱裡面 覺得點起來冰冰涼涼的比較舒服 但其實呢 大部分的藥品都是在室溫之下處放就可以了 如果有需要放冰箱的 它一定會特別強調 冷藏的溫度建議是2-8度C 眼藥水還是有保存期限的問題 所以建議開封超過一個月 就不要再使用了 如果你選的是不含防腐劑的產品 建議開封24小時要做更換 如果說藥品有一些變質變色 甚至有沉澱物產生 也不要再做使用 那記得呢 你的眼藥水也不要隨意的跟其他人分享 避免病菌的傳播 想不到小小一瓶眼藥水 竟然還有這麼多的美感 學會正確的使用方式 你也可以擁有一雙明亮健康的雙眼喔 提醒大家 眼藥水雖然可以緩解眼部的不是 但是也要適度的讓眼睛休息 否則只是治標不治本喔 是不含防腐劑的產品 產品 腐劑的眼藥水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幫忙按個喜歡 然後不要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鈴鐺 這樣子 排 тр